这是35楼的阳台 平时看一眼双腿都会发抖 他伸出脚 踩到下一层的护栏上 然后慢慢向下爬 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 他虽然胆子大 但也不敢往下看 没过多久就来到了30层 突然脚下一空 下面竟然没有护栏 他用出吃奶的力气 又爬了上来 不停地大口喘息着 随后探出头来 向下看了看 这时想到一个好办法 腾出一只手 向腰间摸去 竟然解开了皮带扣 一点点把皮带抽了出来 然后套在脖子上 紧接着抓紧栏杆 蹲下身子 摘下腰带 把它捆到最下面的护栏上 另一端攥到手里 还捆了两圈 随后慢慢抽出大腿 又向下爬去 此时下面没有了支撑 所有重量都集中到双臂上 随着不断下移 唯一抓住阳台的手也松开了 整个身体全凭一根皮带拉着 幸好皮带质量不错 它一点点向下移动 脚尖终于踩到了栏杆上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低头望去 下面的阳台还没有做 掉下去的话 下场可想而知 双脚不停地移动 手臂死死抓住阳台 突然脚下一滑 差点摔了下去 它必须更加小心 一点点向你靠近 最后终于抓住了墙壁 脚一点点向下探 踩到栏杆上 然后伸出另一只脚 当踩到地面时 他这才放松下来 原来大壮买了套烂尾楼 可进屋后忘了拔钥匙 一阵风吹来 门竟然关上了 大壮想开门 可用力过大 锁扣竟然拧折了 他还想尝试下 可门怎么都打不开 气得他框框直踹门 后来找了把钳子 夹住锁扣 用力转了下 可这玩意儿太小了 根本用不上力气 于是拿出手机 给开锁公司打了个电话 可刚要说地址时 手机竟然没电了 赶紧跑回屋里 给手机充上电 觉得屋里太闷 就打开了空调 可刚转了两下 怎么没风了 一抬头 空调又关上了 充电器的灯也灭了 试了下开关 灯也没有反应 换个地方 还是一样的效果 原来是跳闸了 他非常生气 不停地踹着门 还用钳子框框砸锁 虽然屋子质量不怎么样 可门的质量 那是杠杠的 怎么砸都没用 一不小心还划破了手指 他透过窗户 大声求救 可他在35楼 声音根本传不下去 整栋楼只有一个开门的老大爷 喊了一天都没人搭理他 晚上打开手电筒 发出求救信号 可万家灯火 谁又在乎他呢 而仅剩的一瓶水也洒没了 水龙头更是没一点反应 他拿起电池 在裤子上不停地摩擦 可惜没有用 又把电池放到太阳底下 晒了半天 想用太阳能充电 可惜又失败了 突然他看到小米电视机 拔掉插座 搬到阳台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拆掉底座 来到窗边 把电视一点点塞了出去 慢慢向前伸 手一松 电视就掉了下去 重重地撒到下面 却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因为这是一栋烂尾楼 而开门的老大爷 正在听评书 男人拼命大吼 却一点用都没有 随后拿来几个纸盒子 把牙膏涂在上面 来到窗边 把纸板扔了出去 没想到落到了楼顶上 紧接着把第二块也扔了下去 这次落到了天台上 可牙膏都用完了 只好解开绷带 把伤口弄开 又写了份血书 有生命精华就是不一样 这次落到了晾衣台上 他非常兴奋 坐下来等待好消息 到了晚上 终于看到女人来收衣服 他大声呼救 可女人根本听不到 也没看到地上的纸板 第二天他撕掉内裤 用松紧带做了个弹弓 等了一天 女人又来收衣服 他不停地射出石子 终于引起了女人的注意 慢慢走向纸板 捡了起来 随后来到大楼里 可开门大爷说 这里根本没人住 女人失落地走开了 大壮又割破手指 扔下求救纸板 这次落到大楼前 开门大爷看到后 捡起了纸板 可他根本不认字 也没当一回事 晚上把衣服挂到护栏上 随后把衣服点燃 可就算这样 也没人注意他 又把床垫抬了过来 也点燃了 他非常兴奋 可如果大楼着了 他也活不了了 于是赶紧灭火 他又饿又渴 自制了点剩水 一口喝了下去 真是太过瘾了 三天后下了场大雨 终于痛痛快快喝了个水饱 之后不停地踹着栏杆 用力掰了下来 随后从里面钻了出去 抓紧护栏一点点向下爬 虽然这是35楼 可他一点都不害怕 突然脚下一空 他又爬了上来 原来下面没有护栏了 他解下腰带 缠在护栏上 一点点向下移 终于成功了 然后慢慢靠向墙壁 跳到了窗户上 他踹掉玻璃 来到屋里 按下把手 门终于开了 他不敢坐电梯 于是沿着楼梯走了下去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会怎么似救呢 给你一个亿 你敢在百米高空走一圈吗 18倍贫浓的大壮 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小心地跨过围栏 抓住栏杆 身体向下慢慢探取 突然脚下一滑 他不停地乱蹬 终于有了着力点 然后大口地喘息着 富豪却开心地笑了起来 从不服输的大壮 给了他一个国际手势 富豪抓住他的手指 用力向外一推 大壮差点掉了下去 幸好及时抓住了墙壁 然后小心地向前走着 一切还算顺利 看他走得这么轻松 老头拿出窗帘 向大壮抽去 他失去平衡 双手在空中不停地乱抓 脚下用力 终于又趴到了墙上 怕再被骚扰 只能快速向前走去 来到墙角时 刚探出头来 就被八级大风吹了回去 他不能这样放弃 又探出了头 死死地抓住墙 大风把衣服吹得鼓了起来 他来到窗户边缘 刚探出身子 几只鸽子突然飞了起来 吓得他慌忙躲避 差一点就掉了下去 平复好心情 迈出脚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这时一只鸽子飞了过来 想拦住大壮的去路 还不停地啄着大壮的脚 他的嘴能把木头啄个洞 何况是脚呢 大壮驱赶鸽子 可没有丝毫效果 疼得他呲牙咧嘴 他用力一踢 身体又失去了平衡 差点掉下去 这才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忍着剧痛向前走去 可鸽子还没有放弃 大壮的脚都流出了鲜血 幸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现在他终于可以报仇了 一脚把鸽子踢飞出去 他刚想坐下来喘口气 突然老头打开了高压水枪 给大壮洗了个热水澡 让他赶紧向前走 要不一分钱都拿不到 无奈之下他只好继续前进 有了前面的经验 大壮不再恐惧 走得非常快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广告牌 他想从上面爬过去 可年久失修的螺丝 正一点点向外脱落 然后掉了下去 幸好他死死抓住了边缘 吓得他哇哇大叫 想弹过去 可惜失败了 强烈的求生欲 让他一点点向前挪 然后抓住了电线 想爬过去 突然电线折了 他重重地摔到墙上 可没有放弃 拉着电线向上爬 可墙面太滑了 根本没有着力点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爬了上来 稍微喘了口气 他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就来到窗外 爬进了屋子里 可老头根本不想给钱 只是为了戏耍大壮 高兴高兴 保镖想开枪 可脚下一滑 枪掉到了地上 大壮捡起枪 对准保镖就是两下 看着面前的老头 想起刚才在鬼门关 走了好几圈 精神差点崩溃 他不想要钱了 想让老头体验一把酸爽的感觉 于是他拿起枪 威胁老头 走慢了就会挨枪子 无奈的老头只好向前走去 这时 被踢的鸽子又飞了回来 想抱一脚之仇 还是在同一个地方 还是同样的场景 鸽子不停地朝老头的脚灼去 他哪受得了这份罪 用力一踢 身体就失去了平衡 大叫一声 就掉了下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说话一定要算数 这是444米高的钢索 男人接过同伴递过来的平衡杆 平复好心情后 收回左脚 小心翼翼地放到钢索上 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紧接着迈出了第二步 第三步 他越走越快 把所有重量都压到了钢索上 从高空望去 下面的一切都是那样渺小 听不到嘈杂的声音 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 他目视前方 小心走出每一步 终于有人发现了他 拿着望远镜 兴奋地看着大壮的表演 甚至还招呼路人 一起见证这伟大的时刻 同伴也非常激动 不断地挥动着手臂 而大壮却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终于走完了三分之一 来到了第一个机关的地方 用另外两根钢索做固定 防止出现剧烈的晃动 他抬起左脚 迈了一大步 防止被绊倒 然后他继续前进 越走越轻松 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大风吹乱了头发 也丝毫不在意 他很快就接近了目的地 同伴拿着相机拍下这伟大的一刻 终于走到了尽头 可他依旧没有丝毫放松 稳住身形后 迈出左脚 踩到了大楼上 同伴赶紧接过平衡杆 小心地放到了楼顶 下面的人不停地欢呼 兴奋地鼓起掌来 虽然挑战成功 但大壮却没有多少喜悦 反而坐到了钢索上 因为他感觉到 对面的大楼正在召唤他 迎着威风 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拿着平衡杆又走了回去 给你一个亿 你敢站在上面吗 这个男人拿着平衡杆 在444米的高空走起了钢索 他步履轻盈 走得非常快 一点都不害怕 这是他第二次站在上面 想做点更有挑战的动作 大壮停了下来 左脚慢慢向后伸去 重心下移 跪到了钢索上 然后伸出左手 对钢索表示致敬 然后抬了起来 向双子塔致敬 向中国 向全世界致敬 下面的观众都鼓起掌来 他收回手臂 慢慢站了起来 继续钢索之旅 突然他身体一震 停了下来 原来有两个佛波勒来到了楼顶 同伴立马举起了双手 跪到地上抱住了头 走过来后 才看到空中表演的大壮 他命令大壮赶紧过来 不要逼他们上去抓人 大壮很听话地走了过来 眼看就差最后两步 他停了下来 把平衡杆举过头顶 放到脖子上 然后一个华丽的转身 抓住了平衡杆 他觉得佛波勒不敢上来抓他 要是被他们抓到 肯定没好果子吃 于是又往回走去 佛波勒只能干瞪眼着急 可走着走着 突然他停了下来 慢慢下蹲 把平衡杆放到了钢锁上 双手紧握 跪到了平衡杆上 要看看下面支持他的观众 尽管这是走钢锁的禁忌 然后他收回双手 就这样蹲在了钢锁上 过了半天后 他张开双臂 感受着身边空气的流动 这实在是太美妙了 既安静又庄重 但并不危险 不妨你也试一下 突然几个佛波勒冲了上来 让大壮赶紧过来 不要在上面玩了 并表示看他的演出不会给钱 大壮停了下来 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然后举起了平衡杆 给你一个亿 你敢这样吗 男人在444米的高空 跪到了钢锁上 他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万一掉下去的话 就会有生命危险 他把平衡杆放到了脖子上 快速转身接住了平衡杆 又向后走去 因为两边都有佛波勒 而他不想错过这唯一的表演机会 只能尽量待在钢锁上 然后他蹲了下去 放下平衡杆 用脚踩住 差点掉了下去 幸好有惊无险 他抱着双臂休息了一会儿 这么危险的动作 我都快被吓死了 他张开双臂感受世界的美好 然后俯下身子 抓起了平衡杆 向对面走了过去 佛波勒伸出双手想拉他过来 可在最后一步时 他又举起了平衡杆 一个转身又走了回去 来到中间后 他停了下来 左脚向下 竟然坐在了钢锁上 这还没完 他把右脚也放了下去 可这样还觉得不过瘾 把右脚抬了起来 居然躺在了钢锁上 大壮伸出手 感受着空气的流动 突然一只鸽子向他飞来 并落到了他的胸口上 幸好发现这是活人 把他吓走了 大壮十分害怕 赶紧爬了起来 就在这时 钢锁下的木头碎裂 钢锁不停地晃动 他差一点就掉了下去 而直升飞机在他头顶上盘旋 强大的气流差点把他吹下去 他觉得是时候结束表演了 把平衡杆举过头顶 放到了肩膀上 然后扛着他走到了对岸 就在最后两步时 钢锁突然抖动起来 他蹲下身子 降低重心 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 等钢锁平稳后 他把平衡杆扔了出去 之后一步迈到了楼顶 虽然霍波勒把他按到了地上 可却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